网络上,带土特产返校遭室友嫌弃 现实中,朝廷的震灾粮发下来了 难怪说当代大学生个个都是大产小的瘫嘴丫头 只要是室友带回来的东西 就是包板蓝根都得撕开尝尝胃 网友分享自己奶奶晒得红薯干太干 根本咬不动 每次都吃得牙生疼 结果带了一带去宿舍后 天杀的那帮锯齿杀几天就给我啃完了 玩时还来一句挺有嚼劲 消息一出瞬间引起广泛共鸣 纷纷晒出了自己带土特产被蝗虫室友啃得骗甲不留的经历 有来自新疆的网友返校带了许多脑 24寸的行李箱装了整整饭箱 结果拉个屎回头就只剩半个了 还说是怕饿死我明年没人给他们带 有人给弟弟寄了大芒果 本想帮弟弟改上伙食 怎料他设有活像吃不饱的风猪 早上刚到中午就打电话让继续寄 哪怕带的不是零食也难逃一劫 比如这位小哥 买了小钢筋磨牙棒 一上午才吃半根 然而被室友看到后一上午就炫了三盒 室友不会在意你带的东西干不干净胃不胃生 只会在意你给不给他吃 返校时带了我妈做的一袋牛肉干 因为太忙就忘了分 室友看见后从此睡觉就开始磨牙 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太想吃你的牛肉干了 做梦都在吃 我妈知道后连夜做了两包发过来 生怕这群掏剃把我给吃了 这么说吧 上次室友看见我在喝东西 问这是啥 我说是中药 苦的 他说大胆 为腹肠后自有定夺 吃完了还不忘叫我下次带点蜜枣